看古裝片,經常看到店小儀在銀貴前寄章 用的就是這些掃寶 眼前看到這些掃寶是來自日本明智時代 你可能會覺得一本掃寶有什麼特別 和美學有什麼關係 但在Alan眼中,掃寶上的字體就是最吸引 掃寶裡面記載日常生活購物記錄 但隨聲豪邁的不足 令平平無奇的掃寶添上幾分特色 啟發Alan對一件平凡實用的物品的思考 學董欣賞發掘每件物品的獨特之味 同時豐富他對字款創作的可能性